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前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被轻判15年后 中共当局会如何处理薄熙来 不仅为海外舆论关注 也是大陆网民在微博上热烈讨论的话题 那最近呢6688.com网站创始人老荣在微博上发消息说 薄熙来案10月15日前发布 老干部们今天晚上应该已经传达了双开法办20年 虽然这条微博很快就被删除 但是内容呢已被广泛的转发 署名河南信阳刘凯的网友呢表示 王立军宣判后薄熙来可能与本周被双开并移交司法 但判决要等到18大以后了 考虑到他对谋杀的所谓进攻性的包庇 和可能比王更多的贪腐 最后情绪可能比王立军长 受钓鱼岛主权争议引发的紧张关系影响 尤其是大陆反日示威游行对日资企业造成的伤害 使中国大陆的商机受到重挫 多家日资在华企业考虑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据中央社报道 日本新光三月和大业高岛五百货的两位日籍高级经理 周四表示 日本百货及品牌考虑将重心向东南亚地区转移 高岛五百货原本预计今年11月在上海分店开门 法新社也报道指出 目前日中的紧张关系促使多家日本企业 考虑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包括刚刚开放的缅甸在内 东京的一名经济学者表示 没有人知道在短期内反日游行是否会重新开始 法新社还指出 在游行活动之外 复杂的行政手续 特别是海关手续 也让不少日本企业越来越迫切地感到 不能孤注一掷于中国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 请不吝点赞订阅